在娱乐圈中,明星表面上都是星光亮丽的,但实际上,他们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,却是大众所不知道的。 只有在媒体曝光后,我们才会对明星有所了解,并且有自己的认识,不再盲目追星。 这次要说的明星,就是乐佳。 说起娱乐圈的主持人乐佳,相信大家并不陌生,他是一个十分有个性,有才华的人。 在当时全国最火的一档相亲节目,他曾经和孟非一起主持了《非诚勿扰》,为男女嘉宾一件大情感问题,可以说他对情感分析得非常独当,犀利而不作作,被大家称为《非诚勿扰》上最佳嘉宾评论员。 乐佳二十岁时就当父亲了,可以说,他的情感体验非常丰富。 他娶了三个妻子,并生了三个孩子。 现在年龄最大的孩子二十多岁,而最小的孩子只有四岁左右。 其实他曾在进入娱乐圈之前,也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,但是在他事业有成的时候,他并没有好好把握住机会,开始。 目中无人,狂妄自大甚至还曾当肉貌金星是个不男不女的,甚至还说金星是个太监,最后把金星系得当场离席。 看来乐佳的嘴就是厉害,一点都不给人面子。 早前曾经有一次乐佳与太阳女神谢娜同台的节目中,乐佳不仅主动拥抱谢娜,而且还低头锁了。 节目播出后,影视热的网友得了贫如潮。 乐佳也就是在这些事情之后,遭到了封杀。 有人看到最近的乐佳,在五线小城市的大街上演讲,穿着拉打,面容也不在音质,讲述的故事还是性格色彩学,地点却从大荧幕,成了全国巡演。 近日大火的演说家,如今却沦落到街头演讲,看得出来,他生活没有之前潇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